她 她不会就是真人秀里面那个吧 对啊 这样完全没有时尚经验的人 也能当买手吗 现在时尚圈可都是网红的天下 你看那耳朵 她还不走得跟鬼一样 雪娘还不是请她走高定大秀 我们打个赌 你们觉得她能待多久啊 半个月 怎么能这么看不起人哪 最少 三周 三天 不会吧 不会吧 刚才老板还是她挺适合阿妹的 你们觉得那是在夸她 不是吗 对啊 阿妹最擅长的事呢 就是复制大牌设计 总部现在还在打版权官司呢 好好想一想吧 雷小姐竟然是总部派下来的高层 会喜欢一个刚进公司 就山寨自己的人吗 有点道理啊 也是啊 在职场里要想混得好 得学会听前台词 个人能力突出 等于你不懂团队合作 最近怎么样啊 等于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你的工作报告了 如果某一天你的老板突然在某个方面狂夸你 恭喜你 很快就会变成挡枪的炮灰了 如果是电视剧 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推开洗手间的门 一态万方的鼓起身掌 把那帮妖艳间货修到玛丽雅那海溝去